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更有趣的一点 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有提到就是欧战的爆发 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是1939年代表性是德国入侵波兰 其实当时蒋伟国就有加入到德国部队当中去进攻波兰 所以他是真的有在德国的基层部队锻炼过的 当然啦 毕竟他是大人物的小孩 根据我教授的说法 就是我以前有个教授的说法是 当时就是蒋伟国的长官就把他照过来说 当会冲锋的时候 当会进军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离开我身边 我要好好照顾你 对 毕竟是大人物的儿子嘛 对不对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出去 然后突然一个子弹过来 就这个关系就尴尬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蒋伟国也真的是一个中德合作很好的一个模范 其实有时候大人物的小孩 额外说一下 大人物的小孩当然要重点保护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你说保护就保护 通常对岸到11月的时候 有一个食物就会成为忌讳 是的 蛋炒饭 有个江湖传闻就是说 说什么毛泽东的儿子叫毛岸英 在寒战期间 结果就不小心就被美军给投炸弹给投死 这是真的 当然有人说 他是因为不小心在炒蛋炒饭的过程当中 那个烟火然后吸引到美军 然后就在那边投蛋 诶 这里有人喔 对 这是传说 总之不管是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中共自己都说是假的 但是他们现在好像还是对蛋炒饭这件事情 非常敏感 所以大人物的小孩就算特别保护 真的还是有可能出现三长两短 所以只能说 蒋介石这个胆子也是蛮大的 反正他有另外一个 不能这样讲 好了 那另外一个他也不是送去了苏联吗 对 那个什么早期 其实国民革命军是跟苏联有长大的合作关系 所以当时蒋介石其实好像很喜欢送小孩去出国深造 就说你顺便去苏联出国深造 结果儿子还没找回来之前 就突然跟中共决裂 然后就导致了他的小孩还被苏联给扣押住 所以当时蒋经国是被扣押的 对而且还要要求说 你跟你爸是不是同一伙的 然后当然蒋经国说我当然不是跟我爸同一活的 那你就来批判一下你爸爸 所以蒋经国还要特别当时在苏联很多地方他都要去演讲 然后演讲题目是我讨厌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不是革命的人士 这个类似这个样子 那所以当时蒋经国怎么回来的 蒋经国怎么回来 后来随着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其实日本一直都有企图心 他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 中国是擦枪走火 当然会提到 日本当时有所谓的南进派跟北进派 南进就是说往东南亚去对抗英美等国的势力 因为要去掠夺当地的殖民地 北进派是什么 就是跟苏联决战 因为日本是非常反对共产党的 所以苏联看到说中日打起来了 看起来中国是一个我们可以很好牵制日本的一个投资的国家 所以后来就是双方关系有比较修复之后就说 好很好就把你的亲爱的儿子给放回去 其实这个东西早在西安事变过后 确立就是国共会合作抗日的时候 为了以示善意蒋经国就被放回来了 多提一句话 你就想想看一个儿子在国外一天到晚说 我的爸爸跟我不是同路人 然后这样子 所以虽然说两父子见面很开心 但多多少养父子也都很尴尬 所以后来蒋中正蒋介石就说 这个儿子我告诉你 爸爸有一个修养身心的利器 一个心得就是多写日记 写日记 陶冶生心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也写日记好不好 然后蒋经国说好爸爸 那我会写日记 所以蒋经国也有写日记 对蒋经国也有写日记 而且重点是 这还是蒋经国 他的以前的住宅叫做七海关笛 现在有开放让人家参观 我去参观的时候 那边的导览人员 甚至导览牌上面都很开心 告诉你说 欸我告诉你喔 蒋经国会写日记 是蒋介石建议他写的 而且蒋经国的日记 是要定期给蒋介石检查的 作文老师 对你的爸爸会说 这个日记写的怎么样 日记说回来我要看了 当然有蒋经国就有几篇展现的 就是赋予子之间的爱 像有一次蒋经国他就跑去视察墾丁 其实当时交通就是还刚刚在建设 然后蒋经国大致上意思是说 我看到这边交通建设 展然一新这个样子 然后各个基础建设 都在爸爸的政策之下 开始不断提升 我觉得爸爸好伟大喔 我想说 不是啊他这个是写公文还是写日记啊 我不晓得 有可能他真的很爱他爸爸吧 我不晓得 不过还要多提句话 日记爸爸那个时候还是要固定检查 OK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在大指嘛 对 七海官邸 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 蛮有趣的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去 而且那个是我以前当兵的地方 对就是 XXY以前在海军那边 对对对我是在海军司令部里面当行政兵 对对对所以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啦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聊到这个画家子打开了 聊到就是中德合作之后的故事 那上次我们其实有先行提要过了嘛 就说中德合作为什么会中断 就是因为二战爆发 跟这个抗日战争爆发这样子 那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937年的7月7号 也就是七七路高角事变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关系到后来的一个战局 所以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就是简介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七七事变会发生 好了那这边要来跟大家很前的一个提要 OK 甚至不是中华民国时候的事情 是清朝时候的事情 大家应该读历史课本 多多少少会有印象一件事情 就是清朝在晚期干过一间城市 就是跑去挑战全世界所有国家 然后结果后来有八个国家派兵去匾当时的清朝 就是八国联军事件 那八国联军 后来就是把清朝给揍一顿之后 双方有开始签订合约 那合约的其中一条就是说 北京到天津附近的所有的国防设施 全部都要拆掉 我们的外国的军队可以在北京城附近来进行演习 其实在八国联军之前 清朝当时跟全世界宣战 然后就立刻派遣军队去攻击在北京城内的大使馆 所以其实当初这个合约设计是各个国家想说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再嘻笑一次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事情 我们要去救北京的大使人员的话 那你当然是国防设施拆掉 以及我可以原本就可以在附近驻军 那这样子要救会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个原因了 就是外国军队为什么会出现在北京城附近 是因为在八国联军之后的薪酬合约 有授权给他们这样做 所以日本是其中一个 对日本是因为八国联军有包含日本 所以那一提日本派兵还算是比较多的国家 因为他距离比较近 我们这时间就来到1937年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队就在北京城 顺便来一提 北京城在后来清朝灭亡之后 他就不是首都了 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就把它改名叫北平城 所以待会我们还是用北平城 这个比较正式的名称来说他好了 总之当时日本的军队在附近进行演习的时候 后来他就说我少了一名士兵 是不是你们中国军队对我们士兵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当时在1937年以前 中日双方已经爆发过很多次的摩擦 比方说就是918事变 或者是长城抗战 或者是所谓的128上海事变 反正当时中日的摩擦很多 所以日本人这样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的指挥官就去跑到国军那边 去商量说我怀疑是不是你们有民众 甚至是你们军队自己就把他们的军人给拐刨 所以我现在进去北平城搜查 要调查 当然当时的首将吉星文 吉星文将军还蛮有名的 因为他后来就说不行啊开什么玩笑 这个事情当然不可以发生 双方一言不合 后来就开始交火起来 所以有人就说吉星文将军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那一名将军 多提吉星文将军 后来他撤退来台之后 他其实是驻扎在金门前线 在823炮战的第一天就为国捐躯了 对因为那时候的823炮战突然攻势很猛烈 那三个副司令包含吉星文在内三个副司令 坐在一起聊天 结果内发炮弹非常准 于是那三个副司令就 头一天就集体阵亡 那他有在当时就是炒蛋炒饭吗 没有 所以不是蛋炒饭 那个时候已经下班了 何况他身为一个副司令 应该不用自己去炒东西 好啦我知道 好啦 总之就是这个是七七鲁钩桥事变 对所以这个七七鲁钩桥事件 其实一开始中日都认为说 就这是一个例行性的小冲突 因为以前也不是没有冲突过 918128什么的 对啊 注定规模更大 结果没想到双方就开始规模不断的上升 所以才会有后来我们在一些历史图片看到什么 庐山宣言嘛 就是蒋介石他正式宣布说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全面抗战的时间到了 但为什么我是这个时候才讲说要全面抗战 可能我这边要多分析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之前918的时候丢掉东北大片的江山 蒋介石都好像没有想要积极起来做抵抗的工作 第一个是真的实力不行 我们之前讲到就是德士师的建立 甚至第一阶段的规划完成是到1939年 何况在918是1931年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的军队的现代化其实还在刚起步的阶段 凭着当时中国很贫弱的军队 那是根本打不赢日本的 这是很现实的一点 对于蒋介石来讲就是 我必须得争取时间 我愿意用某些方面的和谈 换取更多的时间去装备我的军队 我的军队实力上升之后 我才有能力去跟日本抗战 所以918那个时候最后是和谈 对到最后双方没有正式坐下来说 我就承认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 没有其实中华民国一直在抗议 也都没有承认随着918事变后来所成立的 为满洲国 你看我们还都要加个伪子 那是我们对他的承认 他自己的名字叫满洲国 所以你看到就是 其实国民政府是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 他毕竟就是发生 那发生怎么办 就是好不要让这个事情继续扩大 因为我必须先提升我自己的实力 我未来才有机会跟你日本对战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是军队实力很弱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要提出第二个疑问 就是说那你刚刚前面说 德士师赚第一批训练好 也要1939年 那现在1937年 为什么不再多退让一点 我个人认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这一次日本所涉及到影响到的地方 已经是蒋介石的底线 我们现在讲中华民国 最早期的是一批革命党成员所成立的 那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影视作品 其实最一开始革命党人其中一种人拿的旗帜 叫做铁血十八星旗 对那十八星其实就指说 我们未来成立国家的时候 有十八个省份是一定要的 那十八个省份其实就没有包含东北 因为其实在以前就是民族情绪还比较浓厚 他们会认为说东北是你们满清满洲人的地方 满洲人对你们回你们自己老家去 我们汉人有我们汉人的十八省 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同盟会成立的时候 他们是讲说我们驱逐达辱 对啊驱逐达辱恢复中华 所以对当时的可能中华民国的初期的感觉就是 诶那个东北这个地方不一定是我们最想要的地方 了解了解 可是这十八省当中有包含哪一省 就有包含北平在内的河北省 所以对于就是可能民族情绪来讲就是哇 你丢掉东北 好啦那个很痛 但是诶其实广泛想一想 他以前也不是我们的嘛 丢了就当做是就还可以接受的牺牲这样 可是你如果进到关内河北省 甚至是北平这个地方都被你拿走了 开什么玩笑 这是底线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东西真的触及到蒋介石的底线 你要说他是民族情绪也好 你要说是突破所谓的长城之后 这个对于国防的安全威胁性太大也好 总之我觉得第二个重点是蒋介石的底线被踩到 所以他才说必须得坚持抗战 而且是全面的进行抵抗 这个月的主题是聊国军的德士师嘛 没有错 对那关系到当时的这个德士师呢 就是著名的一场战役啊 叫做宋户会战 那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说 这是发生在上海地区 对户就是指上海的意思 对对对那宋户会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然后还有七七事变有什么关系呢 好其实七七事变他发生的地方是在北平嘛 那你听名字就知道 他是中国的北方地区 对中国的北方地区 我们称为华北好了 通常都是平原地形 所以其实战争一开始是发生在北方的 那直觉反应就是你要派遣军队去北方作战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一些团队 他们就有说过去华北作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是平原 所以平原是无险可守的 然后日本的装甲 或是机械化的能力又比我们强 对所以派过去 那总结不可以 问题是你又不可能不抵抗啊 已经说好要抵抗那该怎么办 当时顾问团队 他们的想法就是 好那我们就反而去转移日军的焦点 去攻击一个地方 就是上海 不知道常常会不会听到之后觉得奇怪说 为什么是攻击上海 因为其实前面有提到 以前什么918事变爆发之后 隔年有出现一个128事变 就是日本有派遣军队去攻打上海 后来当然双方就是僵持之下就各自撤兵 可是很好玩的一点是各自撤兵 听起来好像很公平 所以你撤兵我也撤兵啊 对不对 其实很诡异 就是上海这个地方 从此以后就没有国军驻守 因为你要撤出去嘛 对不对 反而是日本因为他在上海是有租界的 对 这是清朝那时候留下来的地方 就是等同于日本领土 所以日本其实有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 是常住在上海城这个地方 要说上海租界 那当时的蒋介石的团队 就觉得说 好啊那这样子好啊 我们就去打 打这5000人 对我们就去打这5000人 那四十挑软的吃啊 对啊 而且就是吸引日本的目光就是我要你的军队 就是从北方的战场被调走一部分 这样子可以减轻我在华北直接硬碰硬的可能性 对啊就就战术上的考量上面来说 确实也蛮合理的 这其实是一个蛮创新蛮棒的一个战略 所以当时就说好那我们要攻击这5000人嘛 对不对 那有个最大的困难点就是上海 它其实是一个已经是现代化的城市 那现代化的城市 它很多是钢筋水泥建的 以当时的火力 其实要去攻打一个钢筋水泥的地区 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拦阻 也就是所有的战役当中 号称最难的巷战 竟然是巷战地形 而且又有那么多钢筋水泥 那就一定要派攻击力最强大的部队 那攻击力最强大的部队是谁 终于就轮到我们刚刚讲的德士师登场了 所以当时蒋介石就密定说 87跟88师秘密的就是部署在上海附近 甚至把36师也要赶快给叫回来 36师当时人在哪边 在西边的西安 他们问我们为什么在西安 这个又跟蒋介石有关系 因为不是有发生过西安事变吗 所以36师当时是在蒋介石被绑架期间 国民政府说好我们是边打边谈判 因为我们不能展现出我们很软弱 所以我们要展现出我们的肌肉 那肌肉是什么 来36师你出发去西安然后去救驾 结果36师还没抵达之前 那西安事变就结束了 不过部队你就顺便就待在西安的附近 继续监视包含就是中共军队的一举一动 所以甚至为了要追求最强大的攻击力 所以就说来8788准备就位 然后把西安那边的36师给调回来 调回来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交通的资源 全部优先投入在36师当中 先用火车运火车运完 然后再用汽车接驳 汽车接驳之后你再靠人力走过去 就位之后最后8月13号1937年8月13号这一天 87跟88师因为他们率先抵达 就开始越过原本的停战线 以前有说过说 这边以后中国军队不可以驻扎 他们就越过那条线 开始主动去进攻那5000名的日本士兵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三个步兵师而已 当时为了要攻击这5000名的军队 甚至蒋介石还把最新成立的德国重炮团 就是150毫米 就是150M重榴弹炮炮兵团也掉过去 就是想说我要在最短时间内 如果可以把这5000人全部给消灭掉 那我也重夺上海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有更好的防御的能力 然后去等候日本一定会重新跑回来 那就可以吸引华北那方面的注意力了 于是87跟88 还有后来加入了36师 就开始不断的潮射5000名的日军猛工 那事情爆发的时候 其实日本人傻眼就是你怎么不是去顾华北 反而跑过来打我这5000人 你的想法也太诡异了吧 我也要赶快去救援他们 所以在8月14号就是战争爆发的隔天 当时就从台北的松山机场那边 就出动了一批轰炸团队就想说 我陆军很难第一时间内抵达 但我空军可以先过去支援 对不对 于是那些轰炸大队就出发到上海 希望可以去做一些支援的动作 结果没想到当时 国军是真的很想要打银子场战争 也派出了我们的空军团队 就是像大家有一些人比较熟悉国军 像是高智航 这些著名的空军将领去迎击 这个是很有名的814空战 也就是我们空军节的由来 这个叫剑桥音乐传 对没有错 那有我们注意到就是可能日本是真的太急了 他没有预料到这个攻势 来的这么的诡异跟奇怪 所以他当时派的是轰炸机大队 他现在是没有派战斗机来护航的 所以就被高智航他们给痛扁了一顿 当我记得实际的记录应该是两架被击落 两架重伤 然后后来两架轻伤 总之就是国军那一次 因为毕竟是用战斗机去打人家的行 那个什么轰炸机 轰炸机 所以号称就是没有任何的受损 然后就是把敌人给击退 但这个前提也是日本他们没有准备好 对啊 所以日本他后来就是 赶快要再派遣部队过来进行支援的动作 那其实很可惜的一点就是 后来德国其实他有观察 毕竟他是德国顾问团队 他要负责一切 他后来有观察 就说国军的部队有很多很可惜的地方 到最后没能在援军抵达之前 就把这五千人全部消灭掉 那很大关键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巷战 他其实因为都是街道嘛 对不对 那你就很需要彼此互相的联系 那他就说国军很多人不太懂得怎么使用通信装备 所以就很难就是很难就说 我们要如何去夹攻啊 或是避开一些障碍 只能各自为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炮兵 其实刚刚有说过 特别拍那个引以为好的重炮团过去嘛 但炮兵没有跟步兵有好的搭配 往往都是炮兵轰一轰 然后步兵已经推进了前线之后 常理来讲就是炮兵你也得跟着一起前进啊 可是炮兵却待在原地继续发射 所以就是 误极这样 有可能误极之外就是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应该要进到更前线 继续去做不好的 就推进啊 对啊对啊这是一个问题 后来甚至随着日本援军即将就要抵了 蒋介石也急了 他后来就说来 不只是重炮团跟所谓的德士师 把战车团也给派过去 当时中华民国的战车团也才四十几辆战车 就派了二十几辆过去前线支援 那结果就发生了很遗憾的一幕 就是随着战车团的加入 的确战车一开始有更途径那些阵地 结果后来那些战车却发现 诶我们已经突破了 后面步兵怎么没有跟上 后面的步兵就躲得很远 那甚至是有战车指挥单 直接从战车里面跳出来说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必须得跟上啊 然后那个什么 甚至战车的指挥官都会喊说 不坦协同员不知道吗 因为坦克除了没有步兵在附近的话 其实很容易有死角就直接被别人给摧毁 结果步兵这样回来说 诶你们是铁包肉 怎么还需要我们来保护你 就是其实国军队 那个步坦协同 其实当时的观念也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所以就常常发生就是坦克突破了 步兵却没有跟上 结果就导致坦克直接被别人给炸掉 所以就是丧失了更进一步突破的可能性 总之双方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 8月23号日本的师团第一波远军终于抵达 所以就丧失了完全把对方给推下海 大家想想看这个我们刚是说813嘛 8月13号爆发 然后到日本你刚刚说 8月23号抵达 就是整整10天你没有办法在抢得先机的状态之下 对啊当时是动用了好几个师 非常可惜 对啊好几倍的人力 而且也是把能够 空军坦克重炮都给叫出来了 但就是没办法 德国顾问后来就有写成报告回去说 其实德国顾问也是蛮善尽职责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对祖国负责 就是说根据这场战役 我们观察到城市作战有哪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军队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中华民国军队已经为我们实际事办的 在巷战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 所以 这也是二战之后的一个叫犯 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间接的帮助了 就是后来的纳粹德国 没有错毕竟中德合作 但这个事情好像现在就是 你也不能说错 但是要讲出来要解释一番 就像我们花几十分钟的时间才能解释出来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知道后来我们在签那个什么二战结束之后 什么旧金战合约什么 大家都会就是说 中国先签名这样 这个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抗日战争 或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中日战争 奇迹事件爆发之后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世界各国都在观察 对 然后也把这些事情 然后当作是一个所谓的二战的前奏 这样 所以有些人也会在讲说 第二次世界战爆发 其实现在我们都说是1939年的9月1号 就是德国陆金波兰这样开始算 可是也有人就是说什么 那个中国早上开始先打了 应该要往前再推到1937年这样 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刚刚说 应该推到1937年最有力的知识是什么 是日本当时嘛 他为了要支援上海的部队 他是有派出航母的 那个航母叫做嘉赫号 对 只要是熟悉就是太平洋战争都知道 这个嘉赫号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为后来偷袭珍珠港 以及打所谓的中途到海战 都有这个嘉赫号的存在 就想想看日本的航空兵 航空母舰 为什么一开始好像占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他们有实战经验 对他们在1937年的时候 就真的已经有实战经验过了 对 在8月23号第一波的援军抵达之后 其实我们就错失了嘛 那对于这个时候日军 反而开始是由手转攻 那对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讲 就反而就是我们要重新建立防线 要想办法跟对方进行僵持状态 就是不要让上海丢掉 因为上海除了是金融中心之外 其实蒋介石他最期待什么事情发生 他觉得说上海嘛 很多的外国的媒体都在这边嘛 是最好宣传我所谓的抗战到底的一个地方 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会说 你以前也说抗战啊 然后你看918的时候你也没起来 128打一打你也没怎么样 然后蒋介石要跟别人讲说 我这次是认真的 所以上海是一个能见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就派了800人去守仓库 那是后来的事情 那是宋护卫战很后期的事情 然后那个什么 当时蒋介石除了就是要对外宣 你看我有抵抗的决心之外 他其实一直在等一个东西 叫做九国公约 或叫做九国会议 这个九国公约 又要讲到清朝的事情了 不好意思讲中华民国 就一定要讲到更前面的清朝 其实在清朝的那个时候 外国势力不断的入侵嘛 那美国就有提出一个说法就是 那个这样子好了 我们提出的叫门户洞开政策 什么意思就是 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中国这个地方捞好处 同时也不可以有任何国家 试图毒霸中国 或是在中国掀起战争 以免让我们这些外国国家 我们竟然是要捞钱做生意 结果你突然把中国这个地方给打爆 我们还做什么生意 所以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国家毒霸 也不可以有任何国家破坏 其他国家的利益 叫门户洞开政策 后来这个政策就演变成一个固定的会议 叫做九国公约 好顺带一提日本跟中国 还有像什么美国之类的 这个国家都有参与 那对蒋介石来讲就是 诶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刺激 九国公约的最好的机会 就是你看日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你们这些国家还可以做生意吗 对不对 那你们如果要避免这种状况 你们是不是应该力挺我中华民国 然后让战争赶快提早结束 因为其实中日双方刚刚有讲过是擦枪走火 双方是逼不得已越打越大力 那是不是就可以有其他国家来调停的结果 这场战争就可以提早结束呢 所以这个松户会战很大很大的意义就是 第一个证明抗战的决心 第二个希望可以影响到后来的九国公约 九国会议 然后让这个战争可以提早结束 那是蒋介石比较想要发生的事情 是的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礼拜所分享的 松户会战以及七七思变的故事 是对我们聊了很多 那其实松户会战还没有聊完 没有错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聊到就是后续的一些事情 那也是跟我们这个月的主题 也就是国君的德士师 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些事 对下回分解 所以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礼拜所分享的内容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也欢迎就是来支持我们的各大声音平台 就在Podcast上面呢 我们就会上架我们更完整的内容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这个每个礼拜呢 来锁定我们的金老师历史讲堂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